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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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下还想要你一件猎物 就那只黑狐 怎么样 好好好 请 给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毕公子救了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毕公子给的 如果没有毕公子 叔父恐怕我们都要命归皇权了 说起来惭愧呀 叔叔走了 趁着毕公子没有回来 省得碰上我们彼此尴尬呀 那 我们的事 你们现在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 再说毕公子也是我的恩人哪 清凤 公子 公子真的不嫌清凤异类 愿意爱我一生一世 三姐 毕公子 四妹 四妹 你看你这么慌慌张张的 出了什么事情了 山神传信来 限定今日要三姐和小妹 去山神庙给她当什么花鸟使者 能不能不去 不行 如果违抗自同山上的所有狐狸 都会遭到灭门之灾 那 那怎么办呢 先生救我 先生 公子对清凤是真心的吗 我愿以命抵换 为师豁出去了 替你去砸烂那个鸟山神 先生 学生我去 我要以我的生命 去换回清凤姐妹的自由 公子 我要去 清凤您肯牺牲自己 我去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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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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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搭着扁担 再仔细一看 这人没脑袋 吓得我们老头子 真是够呛啊 扔下扁担就逃啊 逃啊逃啊逃啊 逃到一个村子里头啊 那时候天明就黑了 就看见 有几个人打着火把他找东西 我们老头子就上去问了 你们找什么呢 他们就说呀 刚才这几个人呢 坐在村口聊天 忽然从天上 掉下一个人头子 这胡子跟头发是乱七八糟啊 在地上蹦了几下就找不着了 哎呦 我们老头子 刚想把自己遇到的事啊 跟他们说说 哎呦 忽然发现哪 自己腰里头挂着一个脑袋 吓死人 吓人不吓人 这故事够吓人的 真的啊 就站在自己腰上挂着个人头啊 敬您一杯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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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想 哎呦 干谁说了 说 你们都干什么呢 怎么不干活去 闲聊 磕磕嘴脾子 唠唠 还真有潜心 你干活去 你都干活去 快 管家 就是老牛耕地也有卸了套休息一会儿呢 就是啊 对啊 蒲先生说的对 该干的活我们都干了 就不能让我们抽带烟歇一会儿 是啊 你管的也太多了吧 就是啊 我说 蒲先生 你是老太爷 请来教孩子们的息息 你要注意自尊 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怎么能成天跟这帮下人在一块呢 啊 谢谢管家大人抬举 他们都是老太爷雇来的 蒲某也是老太爷雇来的 对啊 要说他们都是下人 我蒲某跟他们没什么两样 管家大人 嗯 您是奴才总管 难道就不是奴才了吗 对啊 你 你 要不然 就是管家大人想当食饮员的主人 那是做梦 好你个蒲柊采 你也等着啊 你也等着啊 你们等着啊 宋先生给他吃走了 好 来来来 谁的 接着来 来接着来 老爷子 老爷子 我这毕府的管家是没法当了 嗯 怎么回事啊 老爷子 那个蒲柊采 妖人说胡是聚众谈鬼 车夫马夫厨师花匠老妈子 都被他个妖言给迷住了 你说我这毕夫的管家可怎么当啊 我去看看 有话尽管说 咱们猪头里有豆子尽管倒啊 老爷来了 老爷子 老爷子 他们就在这 老爷子您慢点啊 您看着啊 您看都在这啊 您看就在这坐着 啊 您看啊 你们都给我坐下 老太爷您这是 吐先生 你怎么能这样 老爷子 您有话慢慢说 别急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松霖有什么做错的地方 您尽管指教 吐先生 说故事 你怎么不通知老朽一声啊 老太爷 松霖在这儿给您告罪了 哎 老朽也有一则故事 说给大家听听怎么样啊 他再好不过了 哈哈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坐下坐下坐坐aza 哎呀 好了就回来 回到家里呀 妻子就责备他 像藏镰刀这样的事 也能大声嚷嚷 要小声 快回去看看 看看在不在了 她丈夫啊 立即就去山上厌看 待了一会儿啊 她回到家里呀 扶着妻子的耳朵说 镰刀果然被人偷走了 毕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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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毕公子 毕公子 你不是找到了吗 找着毕公子了吗 没有啊 到那边找着 到那边去 毕公子 大师 先生早 先生早 大公子怎么今儿没来啊 老师 大哥他失踪了 失踪了 昨天晚上他没回来睡觉 今天也没看见他 他吃饭也没回来 就是啊 毕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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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找着没有啊 没找了 快去呀找去 毕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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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久等了 我想起来了 马生骡子 臣所见 骡子生马 臣所闻 我说管家 你可也别忘了 烂铜废铁一小寸 主人抬举做成针 顶上长着一只眼 只认衣衫 不认人 扶尔过来 过来 好 毕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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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日本人 那边 再去 毕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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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尼出 弦将尸 老太爷 都找遍了 几百间屋子 还有附近几十里山地 都没有发现大公子的踪影啊 老太爷 有一句话 奴才不知当讲不当讲 老爷子 那我可就斗胆说了 咱这西铺毕甲 三十一品四市同巢 庄子里甲地连云 光这庄园十饮园 就有十几亩之大 吃饭都需要敲钟 但顶十二字却说不上 因为在外围观的多了 十市倒有九空 因此人丁并不兴旺 有十几亩的 但说无妨 好 因此说 咱这壁府荒宅居多 烟气重 现在又来了个什么蒲松林 擅长谈妖说怪 使得荒宅格外的多了一层荒凉 这恐非吉兆啊 那蒲松林来了以后 把这小孩子们全都吸引过去了 这诺大的十饮园就格外的慌冷了 老爷 他又挂了一块牌匾 这聊斋二字 小的是怎么看怎么别扭 每晚上 我在窗外一看 一盏青灯 一个人影 一窝黄卷 小的看得头皮发麻 汗毛直往起树啊 我觉得现在就应该 马上叫他卷铺给走人 老爷 这次大公子失踪 他这当先生的就没有责任吗 老爷 他用胡胡鬼鬼 迷人心窍 蛊惑人心 他蒲松林就是罪魁祸首 说不定下回二公子 三公子 不要说了 葡先生 你让他吃饱 吃饱一下 的 前面 蒲先生 现在教学生比以前轻松点了吧 什么意思 教七个学生 总比教八个学生轻松多了嘛 照管家的意思 我蒲某想轻松点 就得掐死几个学生了 蒲先生 这可是你说的 我从来没有认为 大公子的失踪 与蒲先生的主观所为 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不过客观上嘛 毕公子失踪 管家您很高兴吗 如果说高兴 我是为蒲先生的前程 感到高兴 你给我出去 我蒲某的前程 犯不着你高兴不高兴 出去 蒲先生 这里到底谁该出去 你心里难道还不明白吗 呸 有人说 老朽的食饮员 人烟稀少 过于荒凉 显蒲松林孤傲 显聊斋二字寒色 他以为呀 热闹就是宝贵 殊不知 殊不知 大阴西生 寂静就是天籁 荒寒才是大话之境 毕大人所言极是啊 现在此人说辞 无非雄壮或者柔情 其实前者是关西大汉病 后者是西施粉带病 要除掉这二病 唯有翘与雅 翘如雪后晴山 一草一木都带灵气 雅如商离汉尊 斑驳陆离 蒲先生的聊斋 恰在这翘与雅之间 那是凡人 所不能领悟的呀 对呀 秋天的落叶 铺满庭院街前的石镜 春天的竹影 在窗前摇曳 夏天的雨滴 打着檐下的芭蕉 冬天的小泥炉 烹茶的雅致 非高人 不能挟食其中之滋味 而蒲先生一管笔 游刃期间酣畅淋漓 真是大俗大雅 有装有鞋 一针一换哪 老爷 老爷子 蒲先生走了 他为什么走了 怎么 不辞而别 还羞于见人呗 大公子两日不见踪影 他的老脸怎么好意思 在石影园继续亮着呀 公子的腿长在公子身上 公子一时不见 与蒲先生喝干 但是公子的先生吧 你还是公子的管家呢 公子一定是被他的聊斋 迷住了心窍 喝酒喝醉了 能把酿酒的师傅赶走 老爷 还不快去给我找 找 快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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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胡图 当正薄忍了吧 毕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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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好好的一个人 就不见了呢 怎么会失踪呢 回大奶奶话 大奶奶这话 该去问问那辽斋先生 鬼狐居士去 哪个鬼狐居士 就是公子的先生 蒲松灵啊 依小的看 公子的魂就是 被他的鬼狐给勾走的 被鬼狐迷住的人 可是凶多吉少啊 真有这事儿 小的不敢乱说 大少爷如果有什么 三长两短的 我要找他算账 那蒲松灵狡猾得很 他早就溜了 你说什么 爷爷 我们要蒲先生 爷爷 爷爷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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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子有没有消息啊 老爷还没有啊 年纪 第二天 小爷子 庞大蛋 黑子 老是吊了棍 余承龙文八蛋说老子只会画圈去 让开 让开 我是康人龙 他是余承龙 他有龙 我也有龙 他是天有龙 你也有今天 我是天龙 让开 停 停 停 让我瞧瞧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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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我的叫法接我来 让开 康里真 你是谁 我是你大爷 不认识 我说 你当年一直是我的根屁虫 现在连大爷我都不认识了 我这辈子认识人多了 就是不认识要饭的 来人哪 好主 去 去 康里真 好 你 你 我都不认识人多了 走 你 把那丧手给我挪开 你 走 这轿子 现在还姓康 但他是康里真的康 你 不是你康人龙的康 你呀 给我走远点 走走走走走 抓他 你竟敢在本知府面前撒眼 你 你还本知府呢 你就别本知府了 连我呀 都回到姿川县了 不过 我现在还是姿川县的曹运京城 又到这儿原来的官儿了 那可是个肥差啊 肥不肥的 我告诉你 我儿子是林县的县令 我闺女嫁的是当朝御史孙大人的亲侄子 还有刑部尚书 王世贞王大人家里 算起座上课来 我康里真还是一个 康大人 小的给康大人磕头 请康大人上碗饭吃 给美颜几句 再给他平平反 好吗 别把晦气粘给本大人 本大爷有功务在身 走 康大人 你是我大爷 不行吗 瞧你这副样子 有爱观瞻 明天哪 县令汪大人就要下来巡逻 我看你呀 走得远远的 妈 老子我不活了我 好一个不救赛 来人多 你 看那人还那么威风 胡宗明 是你害了老爷的 老爷的拳拳官就是你个疯子 你可害苦了我了 看你的是你自己 这叫恶有恶报 什么报 报应 老天爷的报应 老天爷 我就是老天爷 老天爷今天要宰了你这个酸小菜 你敢大声喊我是康儿龙吗 我是康儿龙 我是康儿龙 康儿龙 康儿龙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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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他 我好 打死他 打死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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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儿不孝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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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儿实在是不孝 爹 爹 爹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古怪啊 你怎么老站在我背后啊 烦不烦 人家这儿哭有什么好看的 快走快走 老弟啊 我是想跟你打听点事啊 靠你在这儿哭个不停 我不敢问呢 我不哭了 你问吧 诶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我们 那东家的公子丢了 他是个漂亮的公子 十七八岁 两眼中间有一颗红痣 你见过没有 我没见过 你走吧 爹 老弟啊 我看你这哭得挺伤心 我一定有什么痛苦的事 你说给我听听 那 那我说给你听听 你看见这坟了吗 这是我爹 那两母山地 是我爹整的 康里珍 你知道吗 知道 起来 来 那个康里珍 见我们刘家 这两母山地 和他康里的一大片地 都紧挨着 他就 起了吞病之心 他先 先是用 免我家一年的草粮 作为条件 他想和我们留在这两母山地 我爹啊 他不干 就被拒绝了 我爹他说了 该交的 一两也不能少 可是这地是我们刘家的 我们刘家有地气 不该让给别人的 就一分也不能让给别人 且慢 且慢 就凭您这两句话 刘老先生 请受晚生蒲松陵一拜 您就是蒲松陵啊 请起请起 你继续说 继续说 这下啊 就惹恼了那康里珍 他们捏造了三个借口 就把我爹给抓起来了 我爹啊 是宁死也不拿出那地气啊 他们就一遍一遍地拷打我爹 把我爹给打得半死 才给放出来 我爹在临死前嘱咐啊 把他埋在自己家地里 让我在他死后 一定要守住 自家这两母山地 然后后来 后来 后来 爹 孩子不孝啊 孩子对不起你 孩子 你为抗力珍 你这叫曹良为名 帮我拐到您坐在那牢里 孩子持不住毒打 将出了地气 孩子无能 孩子不孝 孩子不孝 孩子该死啊 孩子 孩子后来听说 谢太爷要下乡巡查 孩子要拦叫喊怨哪 哎哎哎哎 哎哎哎 我是老弟 现在爷公务繁杂 嗯 这种吞天霸地的事啊 对他算不了什么 那 那 不先生 那您说怎么办呀 哎 你 您能不能给想个办法 不然我爹 他也睡不安宁啊 嗯 嗯 我跟你出个主意 你去找一捆绳子 借一条黄牛来 牛和绳子 有什么用啊 你相信我 照我说的去做 嗯 嗯 哎 慢着点啊 小心点 别垫着老家 那 没有 哎 哎 哎 诶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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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嗯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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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这是蒲先生家吗 是啊 我一看这辽斋匾就知道了 蒲先生不在家吗 老先生 快里面请 孩子他爹呀 在西铺毕家作馆 他还没有回家 没有啊 如果蒲先生回家 务必请夫人转告一声 就说毕记有 请他立即返回 管经好说 孩子们离不开他 是饮员没了辽斋先生 连我也是茶饭不香 缩然无味啊 管家 老爷 那些银子 暂且请夫人收下 夫人您收下 这 收下吧 老爷 孩子们 娘这就去你张篤庆和李心梅叔叔家 看你爹在不在 过来 你真是 哪些 说什么 来了 快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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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回禀老爷 这坟是小的家的坟 这坟里的鬼是俺爹 俗话说 入土为安 既然是你爹的坟 你又何必惊动他老人家呢 用牛把坟拔走 更是荒唐嘛 回老爷 小的爹糊涂 他死的不是地方 他躺到人家的地里来了 死罢怎讲 老爷 您看 老爷 这地是康家的地 这坟呢 是我爹的坟 果然如此 既是康家的地 刘家的坟 不是刘家的坟占了康家的地 就是康家的人吞吃了刘家的地 如果坟在先 则地无措 那地就是坟主刘家的地 现在成了康家的了 就是说 地 你经过了买卖 既然这样 康家 该有买地的契约 卫大人 这康家 绝对没有买地的契约 就是现在 若不是其中有冤情 听说 姿川的汪县令 是天下最为贤民的县令 果然如此啊 资川的百姓 真是三生有幸啊 城盟夸奖 请问阁下 尊姓大名啊 原来是辽斋先生 汪某正在找你呢 老师 你也不认识了 老师 请大人为小民做主 这康家 是不是你那个曹梁京城康立真呢 本官想找蒲先生 也正是为了此事 走 我们回县衙再续 走吧 大人 您先走 松陵随后就到 一顶小轿 两个人也行啊 走 大兄弟 老师 你的冤情可以随汪县令回县衙 慢慢地说说 说说清楚 小民跟着 我们边走边聊 汪大人的意思是让你坐轿 不敢 让他坐轿 走吧 你可别坐呀 王五 把牛沫签家去 好吧 本官就做一回百姓公仆 取轿 走 走 谢谢新天大老爷 谢谢新天大老爷 有心棒啊 谢谢新天大老爷 谢谢新天大老爷 这百姓有救了 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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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这 这 毕公子的事我还没办完 他 急事 我办完了 立刻就到衙门去报到 清风 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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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凤 请问公子找谁 我要找我的青凤 你看见她了吗 你看我是谁 在下不认识姑娘 小女子比起公子要找的什么青凤 谁更漂亮 你是谁 公子何必问我是谁 风流野河 不正是你们男人所喜欢的吗 不不不 我要我的青凤 你随我来吧 走啊 看她 公子快点 毕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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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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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来吧公子来 青凤在哪儿 青凤在哪儿 什么青凤白凤的呀 我们不认识她 我们两只黑凤陪公子还不行吗 别别别 小姐 小姐 姑娘 请姑娘不要这样 别这样 姑娘别这样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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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好 走啊 别小姐 终于 ya 我 fácil 你不认识了 你angle我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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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 你真没用啊 我求求你们了 小姐 你不认识我 吧 我求求你们 不争论的公子 几次就不行了 不行 姐姐 干嘛呀 姐 给他吃个蜜丸吧 扔出去算了 这么娇嫩的公子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咱们去留着他吧 咱们收了人家那么多财宝 快去 咽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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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咽下去 我们姐俩就饶了你 就是咽呐 咽呐公子 咽呐 毕公子 下去 再见了 义豪詹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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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的儿 你是怎么这样啊 夫人 您看这是什么 这是女人的口红 公子是被女人给害死的 哪个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 哎呀 夫人 能把男人害死的女人 能是什么呢 非鬼即狐啊 鬼有阴气 狐有邪气 都能把男人给吸干 使男人不痛不痒的死去 请夫人节哀 好比一个鬼狐去世 我儿子是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 可我发现了公子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的 你还我儿子 我们毕家花银子 请你来教书 是请你来说糊糊鬼鬼的吗 你这是误人子弟 是你把我儿子引入了嫉妒啊 你没事吧 老爷 曾经见过老爷子 客人 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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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有 阿富莫 愁悠 眉莫 人黄百岁 伴着世梦 梦是希望朱 梦是护着梦花 那梦境魂无的多好 天龙醉人的长口 小看喧嚣城市 独步幻海迷蒙 长梦终会惊醒 人间春意成农 小看喧嚣城市 独步幻海迷蒙 长梦终会惊醒 人间春意成农 梦是希望术 梦是我彰化 人黄百岁黑 半生是梦 半生是梦 半生是梦